過去在格林南的冬季 民眾通常會藉由雪橇犬拉了雪橇 在冰面上面通行和獵捕獵物 然而隨著地球暖化 冬季縮短之後 越來越薄的海濱 減少了雪橇的使用期 當地因為雪橇犬的肆餘費用等經濟因素 還得被迫要將雪橇犬安樂死 雪橇犬的叫聲此起彼落 似乎在歡迎主人的回來 坐落在北極圈內的格林蘭島 是全球最大的島嶼 境內有超過八成的土地被冰雪覆蓋 也因此發展出了雪橇商機 利用狗拉雪橇再可觀光 一天可以讓業者進帳約一百五十美元 相當於台幣四千五百元 但隨著全球氣候暖化 讓冰層變薄 也讓雪橇行動範圍受限 另外大量的雪地環境也衍生出雪地獸獵 這是當地原住民以紐特人的傳統文化 比起使用雪上摩托車狩獵 他們更善於帶著雪橇犬狩獵 他們會在溫度下降到零下三十五度時 以飼養的雪橇犬拉雪橇 去獵殺海豹 鯨魚或是北極熊當作冬季糧食 你明白嗎 它是噁心 對嗎 但當我捕捕狗 我只能聽到雲 和狗的狗的呼吸 在暗默 根據調查顯示 北極地區暖華的全度是地球其他地區的兩倍 有79%的格林蘭人認為冬季縮短 讓海濱的不穩定性正在逐漸增加 而哥倫比亞大學跟格林蘭大學的聯合調查顯示 有67%的格林蘭人認為氣候變遷 會對雪橇犬的存在造成傷害 格林蘭統計局2016年就曾經統計發現 原本在2002年有25000隻雪橇犬 現在已經減少到一萬五千隻 這場冠魚在惡劣環境下 利用大自然資源生存的英紐特人 擔心雪地狩獵的傳統 會隨著氣候變遷消失 就是一旦使用雪橇的時間縮短 雪橇犬的飼育費用將會成為當地居民的一大負擔 也讓居民面臨到肆雨的龐大經濟費用 可能必須將雪橇犬安樂死的窘境 而另外 球變遷也正對格林蘭的社會跟生態帶來改變 迫使居民得在全球暖化跟傳統生活方式當中尋找平衡 記者 陳生報道